各位傳媒朋友 我剛剛接受了普及社區檢測的體驗 希望能夠… 沒事吧 當然我們作為公眾人物 經常接觸市民 當我們有責任第一時間做普及社區檢測 我們很希望透過普及社區檢測 能夠盡快發熱掘到一些隱藏的患者 切斷社區傳播鏈 在這幾天我們工聯會都做街站 四日六日我們辦事處都開 協助很多市民去登記 亦都今日我們的同事 落到全港這麼多檢測站 去了解市民的意見 收回來大體上流程都是非常順利 進行檢測的感受都是良好的 了一了的鼻角有少許恨癢 但完全都可以接受 而且除了臂康之外 亦都是咽喉的測試 雙重測試準確度非常高 醫護人員亦都非常專業 亦都感謝他們的薪酪付出 但在裏面的過程中 我們聽回兩個的意見 希望政府可以優化 第一個就是做檢測的時間 很多打工仔其實都是早出晚歸的 現在最晚的時間點都是七點半到八點 很多工友都放八點打後 九點十點都不齊 所以我們都要求政府 是否能夠延長檢測的開放時間 去到晚上的十點呢 這是此其一 此其二我們也有些朋友 我上網登記很難 原來你上Google去搜尋普及社區檢測這六個字 你又找不到登記網站 不知道是否那個網站的SEO 即是Search Engine Optimizer 設計設定的問題 你用英文去搜尋 就第一時間彈出來 中文去搜尋就彈不到出來 所以我第一時間都把這個問題 跟食衛局反映 希望他在那個網站的設計 或者怎樣把網站 朋友之間分享 親友之間的分享 是更加方便 亦都在搜尋器上面更加容易找到 令到更加多市民容易接受到這個服務 希望各方面都踴躍支持 亦都社會上不要再做一些不實 或者不負責任的謠言 去所謂下抵制或杯葛 這個新官的普及檢測 因為這個普及檢測 對於我們切斷傳播鏈 越多人做 效果越好 大家都很想 恢復正常生活 大家都很想 不想再戴著口罩過日子 其實內地成功經驗 內地很多城市 已經不需要再戴口罩 我們香港一樣很希望 更快重過正常日子 希望社會各界 就算你覺得自己很健康 或者感染的機會很低也好 都花一點時間 可能是十多分鐘 去做個檢測 去附近檢測站做個登記 我相信大家都市民安心 亦都可以盡快令我們度過這個疫情 好,謝謝